那一天搬貨的時候 直槍的耳朵卡到那個門 他就內側著這樣 彈下來這樣 然後就勾進去我的肉 我就抱著我噴血的手 跑到隔壁警察局 他們就趕快幫我叫救護車 我就去旁邊新樓醫院 縫了五針 我的鞋子上面都還有我的血跡 有我跟他講 然後他就跟我說 本土天王吳宗憲 砸下4000萬 買下原本要歇業的台南名店老糖牛肉麵 並叫兒子陸西派打理店內失誤 在今年4月開幕後 至今剛好滿月 記者實際回到店裡 大批人潮擠爆店面 生意好到需要發號碼牌 而且陸西派還親自站在櫃台 幫顧客點餐 來這邊82號請問您幾位 兩位 兩位 不過仔細一看 這才開幕一個月 陸西派手上卻是綁著紗布 難道是因為生意太好 煮麵煮到受傷嗎 我這個是那天搬貨的時候 在那個菜梯 送菜電梯它內壁的金屬比較尖銳 那時候你知道紙箱有耳朵 紙箱的耳朵卡到那個門 它裡面是有彈簧的 反正搬出來的時候就卡住 然後拿出來它就失重 然後那個菜梯的門 它就內側這樣 彈下來這樣 然後就勾進去我的肉裡 然後很糗 因為是10點半 我11點開門 然後外面已經開始排隊了 我就抱著我噴血的手這樣 很尷尬 因為我覺得在餐廳裡面流血有點不好意思 我就跑到隔壁警察局 他們就趕快幫我叫救護車 我就去旁邊新樓醫院 縫了五針 然後就趕快又回來點POSE機這樣子 然後你看我的鞋子上面 都還有我的血跡 就是那一天也穿這雙 我的鞋都還在鞋子上面 結果很窮 有我跟他講 他就跟我說要小心 因為他知道我心態很健康的人 這是小傷 皮肉傷沒有傷到筋骨 還好還好 我爸爸要監有還是嗎 其實是有的 這當中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那個時候 憲哥把他接下來的時候 我還在錄那個 駭營業中 然後當時憲哥接給我就跟他說 我還退縮了 我說爸爸抱歉啦 我那個最近每一週都要下去苗栗露營 去唱三四天 然後這樣來回跑 我也不太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餐飲經驗 我就想要打退堂庫這樣子 後來憲哥就有點不爽 他就哎 你這個交給你做事 你也不做啊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關係好像有一點點失溫 關係就變得比較有一點距離感 我就埋頭再錄這個營業中 然後直到後來營業中最後一集 他們未經我的同意 就把憲哥邀請來 然後那時候我在營業中 就有做甜點做麵包什麼的 然後就憲哥來還是很認真的招待他 然後畫面很溫馨什麼的 憲哥也看到了我願意苦幹實幹的這一面 他可能以前都不知道這樣子 憲哥就很陰險 他後來錄完影回家他就跟我說 誒你現在錄完了最後一集了嘛 有空了吧 然後你說你沒有餐飲經驗 誒錄完這個算有了吧 然後我這個事情交接得怎麼樣 你現在就去台南 我當時就也沒有什麼藉口逃避了嘛 我就好我就坐我就來這樣 才開始跟大堂哥學面 然後就一路走到現在 我覺得現在算是 我也是排隊店啊 然後每天可以這樣服務這麼多人 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每天大概可以接 我們小小的店 30個座位而已 那我們目前每天都至少可以坐到 三四百位客人 對 就其實真的算是翻桌率很高 然後每天都是排隊到下班這樣 那未來來我們小朋友 如果越是越大的話 你會不會就玩什麼 投屋這一塊 就你以前就會幫你 誒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相輔相成啦 然後同時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時代 我的命很好 我算是非常的順服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大家不是都講斜槓 斜槓青年 我現在就不會去思考說 什麼是主業什麼是副業 總而言之能有投入 我就盡量做對不對 所以有節目我就衝 有客人我就接這樣 對啊 所以現在是每天都在台南 只要不是在台南 我就在台北錄影 對啊 基本上 那我就會想說 如果可以在這幾年衝刺一下 存一些錢 我以後想要再來玩音樂做唱片 也都是隨時都可以的這樣子 還蠻正統的紅燒牛肉麵 是好吃的 對 好吃的紅燒牛肉麵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要再買那個 它的冷凍包這樣 特別從平凍的過來吃 這個還不錯 肉很嫩 湯頭也不錯 然後那個錄機械粉 你也嚇到 有啊 有啊 有嚇到 對 很意外 對 很親切 對 有啊 你也嚇到 沒有藕包的樣子 哈哈哈哈 你也嚇不到 就叫他們好 我怕你 有 extraordinary 有啊 那是 那麼